告白美女被拒绝 渣男竟然用诅咒引来怪物吃掉她 女子杀蜘蛛太多被诅咒 拥有了四条胳膊四条腿 今天悟空又为大家介绍两个关于诅咒的小故事 第一个名叫牺牲咒 奈美很小的时候 偶然撞见奶奶在祈祷 接着灯熄灭了 奶奶被一个大怪物给吞了进去 当时她只认为自己是年纪小看花眼了 后来奈美长大了 去了东京工作 这天她收到了一个礼物 打开一看 竟然是被扎了很多针的死缠 一旁的科长还阴森森的看着她 原来前阵子她跟奈美告白被拒绝了 同时猜测会不会是科长的报复 因为以前她恋爱失败 也说过会诅咒对方这种话 正说着就看到科长了 眼神像是要杀人一样 晚上奈美回家 在门口看到了一堆奇怪的符号 有人打电话给她却没有声音 一二天上班的时候 也看到科长手上的伤痕 想着不会是画符咒的时候弄的吧 越想越害怕 就回了老家 这时妈妈好像生病了 瘫在了床上 奈美不自觉的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跟爸爸说了 看见奶奶被怪物吃掉的事情 爸爸告诉她 那时候妈妈因为生病住院 奶奶一直在祈祷 后来妈妈好转了 奶奶就去世了 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些联系呢 这时候 家里突然闯见了一个老婆婆 指着奈美说 她的妈妈可能要死 还说怪物就在那里 到了晚上 妈妈也像奶奶一样在祈祷 叫她去休息也不听 第二天 奈美在家里的房顶上 也看到了诅咒符号 感觉很是不妙啊 觉得必须找到科长 才可以解除问题 妈妈很舍不得奈美 很担心她 在她离开之后 祈祷了更多了 很快 奈美到了科长家 看到她出门之后 偷偷地潜入其中 果然发现有很多奇怪的符号 各种诅咒用品应有尽有 她还偷拍了很多 她喜欢的女孩的录像 和她下诅咒的过程 奈美看得恶心想吐 此时她的身体上也开始呈现出符号 害怕的她又回了老家 毕竟这种情况 报警也没有用 妈妈的状态更差了 爸爸打算送到大医院去看看 那晚和奈美小时候看到的差不多 妈妈一直在乞讨 奈美睡得很不安的 身边出现大量的死缠 手臂上的符号也是越来越清醒 醒来后发现死缠吓了一跳 像小时候一样去看妈妈 看到妈妈和奶奶一样的姿态 接着蜡烛灭了 大怪物出现 吃掉了妈妈 奈美直接吓晕 然后就到了她 手臂上的符号不见了 房顶上的符号也不见了 可是妈妈却永远地离开了 与此同时 东京的科长也死了 后来奈美辞职了 彻底地住在了老家 她终于明白 奶奶是为了保护妈妈而牺牲了自己 妈妈为了保护奈美 也牺牲了自己 他们所念的咒语 就是所谓的牺牲症 也许奈美有一天也会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牺牲吧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故事 在寂静的午夜 郊区的空路上开了一辆车 一群晚归的大学生 开心地了解了传闻中 午夜杀人的蜘蛛女 接着他们进入了隧道 忽然开车的男生看到了什么 隧道里好像趴着一坨东西 开车经过的时候 大家被吓得惊声尖叫 拼命地踩油门狂奔 镜头一转 这辆车撞上了护栏 人全部都死了 接着男主阿宽出现 作为一名记者 郑和同事就蜘蛛女传闻 对一群学生进行采访 做成了一个专题 没想到受到读者的强烈反响 销量也大幅地增加 于是他们决定乘胜追击 做一个深入的报道 开始向民众搜集 有关蜘蛛女的信息 一位女目击者来信 说了蜘蛛女的起源 从前有一个讨厌蜘蛛的女人 看到蜘蛛便会赶尽杀绝 即使蜘蛛是异虫 也要用火烧死 从小到大 杀死有几万个蜘蛛 某天晚上 蜘蛛趁女人熟睡 爬上了他的肩头 对他进行了诅咒 让他一觉醒来 长出了四条腿 四只手 还缠着死亡 就此变成了蜘蛛女 另一个目击者 在信里讲到 有一个清洁工 发现幽暗的走廊里 出现了一堆眼睛 还有一堆脚 不明物体逐渐向他靠近 他想要逃走 却已经被缠住 没办法动它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蜘蛛女向自己袭来 被攻击之后的人 要不变成蜘蛛人 要不就被死网缠绕至死 唯一自救的办法 就是大喊 黄带珠峰 这是蜘蛛最害怕的昆虫 这些虽然都有些扯 阿宽还是觉得有用 但看着这一大堆信件 还是有些头疼 忽然 他发现这些信 大多从一个地方寄来 于是让同事去这里 探查个究竟 同事便来到传言蜘蛛女 经常出没的隧道 拍照取证 忽然 听到了异样的响动 吓得拔腿就跑 就这样 阿宽再也联系不到同事了 他不得不过来寻找 发现一个正在祭祀的女学生 便上前去询问他 原来 他的朋友被蜘蛛女袭击了 阿宽便想去看看 这位被袭击的朋友 他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快速地讲述着自己 被蜘蛛女跟踪袭击的经历 嘴里好像有些异样 忽然 女孩的母亲回来了 邀阿宽到客厅喝茶 此时天色渐晚 阿宽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小离开这里 刚想抬脚却发现 鞋被地板粘住了 每走一步都很困难 这时 房中传来男人的声音 阿宽仔细一听 竟然是失踪的同事正在呼救 寻声走到女孩的卧室 打开衣柜的门 发现 同事已经被死网完全地缠住了 女孩的床 也发出了不寻常的响动 原来 她也变身成了蜘蛛 女孩的母亲也是一样 阿宽的脚粘在地板上费力地走着 默念着黄带珠峰 终于逃出来了 一路狂奔 突然发现 腰间缠上了一双脚 头上也缠上了好几只手 一狠心 直接将车撞到围栏上 晾呛地爬出来 可女孩的母亲已经变身 向着阿宽跑了过来 接着 故事回到了开篇 一群大学生正在开着车闲聊 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原来是变了形的阿宽 把他们吓得撞车 真的是太恐怖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伙伴别忘了